大家好我是斯涵 那今天很感謝冠軍跟蘇玉還有敬明陪我一起練習 那今天就是第一次體驗第三關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 好 覺得沒有辦法招架 因為就是 我上一輪就是玩第二關 那其實我玩第二關很久 很多次了 然後我就是一直跳不出來 我就覺得說 到底是什麼狀況 為什麼會跳不出來 會不會就是因為我沒有機會 所以我跳不出來 那這次就是 這一關我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機會 那我也有錢可以買 那我也買了 只是我覺得就是基本功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在第二關我沒有跳出來 代表我的基本功不夠紮實 所以我直接跳到第三關 我會發現喔 真的就是基本功沒有做好 所以在機會來的時候 就是之前我會埋怨說沒有機會 那真的機會給你的時候 你又抓不住 我覺得 今天我的差距很小 我覺得我今天如果基本功夠的話 我是跳得出來的 因為我中間 我的 思緒很亂 然後寫的亂七八糟的 然後我就中間我就自動放棄 我就自己也整理我的那個 資產負債表 所以所以我就是中間空了很大一段時間 然後沒有去進入市場 就是在整理我自己的表格 那那段時間其實時間就是金錢 所以我覺得就是基本功真的很重要 那如果沒有基本功的話 給你再多機會你也抓不住 然後另外就是跟現實生活中的關聯就是 就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都會覺得說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成功 然後在蹲馬步的時候 通常都會很苦悶 就會覺得說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 可是當我覺得當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往上跳 你去玩一輪就會大概知道說你欠缺的是什麼 那就是你自己心裡的那個負面情緒就會消失了 就會說喔對我就是缺這個 所以我要再進進這個這樣就好了 大概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